今儿跟大伙聊聊韩剧《王国》的第二集 故事紧接第一季最后一集的末尾 世子李仓带着手下严阵以待得着僵尸的出现 僵尸们也挺给面子 乌央乌央的就杀了过来 从这帮僵尸奔跑的姿势来看 跟大伙人没啥区别 而且体力充沛根本就不知道累 大白天这帮僵尸就敢出来 说明是真的进化 紧接着就是一场人和僵尸的大战 由于僵尸的数量众多而且还不怕死 因此这场战斗基本上就是一边倒 僵尸们把李仓及其手下揍得是节节败退 左一位无鹰说老大行事不对 在那马上撤累了 李仓一看眼前的局面也意识到再不跑就跑不了了 于是带着人虚晃一招仨子就有了 李仓带着人跑到上周城下 一看大门口早就被僵尸们给围住了 安炫大人说那边有一条暗道 咱们可以从暗道进城 李仓等人来到暗道的门口 发现铁匠用把门 这把锁身材魁梧秀气斑斑 可以说是义服单观万分开 僵尸们一看这帮孙子想朝劲道大门看 呼啦啦就扑了过去 接下来是一场相难 为了掩护李仓的人淘宝 一名叫德成的官员用血肉之躯挡住了僵尸 为了不让德成活受罪 永信一刀就把德成给捅死 说起这个永信呢 让人不禁想起了恶人传里那位变态杀人狂 这要是有他在 所有人心里都踏着多了 医女徐飞和俯使赵凡巴在洞骨 被僵尸们给团团围固了 由于僵尸怕水这二位才躲过了一劫 僵尸们为什么敢大白天出来呢 按照徐飞的说法 生死草喜寒怕热 这些僵尸也继承了生死草的特性 资料是温度够低 甭管是白天还是晚上 出来耍一耍都是没问题 汉阳城内御营厅的统领 向提掉大人汇报了一件事 他们在宫门外发现了一些 刚生完孩子的女人和死因 其中一个女人在临死前说 在她居住的地方 还有很多孕妇 正在等待着厄运的降临 那个地方 就是位于北门外三溪洞的那山寨 也是海员赵氏家族的乡房 中殿娘娘的私宅 中殿娘娘的事第一季已经说过 这小丫头骗子自打流产之后 便找来一帮马上叫生孩子的孕妇 打算在生下来的男婴中 挑选一个孩子冒充是自己生的 以便继承王位 徐飞和赵凡巴从洞骨逃出来之后 直接来到了文青鸟岭 此时领向赵学舟正在文青鸟渡镇 虽然赵凡巴是个贪生怕死之位 但毕竟是自己的侄子 他也只能收留了 赵凡巴说 这位美女是御医李承熙的徒弟 曾救过我的命 也请大伯父一并收留我 赵学舟一听是李承熙的徒弟 马上就有了新的计划 上周城里狼多肉少 粮食马上要吃光 而僵尸们则在城外虎视眈眈 守住待兔等着吃大餐 内忧外患 把李仓愁得都吃不下饭 安炫大人在跟手下聊摊的时候 被五婴给听到 五婴扭头就去向李仓汇报 说这场瘟疫 似乎跟安炫大人有关系 李仓说 安炫大人可是我的恩师啊 你甭给让挑拨了一件 我倒是有事想问问你 我来上周的事 内禁卫怎么知道呢 是不是你给赵学舟那孙子 痛苦包劲了 五婴一听 算是油嘴也说不清了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突然听说粮仓着火 本来这粮食就不够吃 这下可好 再也不想办法 全都带饿死在城里 李仓经过深思熟虑 决定带人前往文青鸟岭 偷袭赵学舟 晚狂澜于祭岛 赴大厦之江青 由于僵尸为城 安炫大人便派一些士兵 用血吸引僵尸的注意力 然后李仓带着人 趁机从另一头跑了出去 李仓带着永信等人 连夜来到了文青鸟岭 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赵学舟这个老油条 早有防备 把这帮人全给抓了 而安炫大人由于不肯服软 也被赵学舟乱枪打死 李仓进屋之后 没想到赵学舟 把他那位已经变成僵尸的老爸 给放出来 李仓一看这个咋办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 一刀把他老爸的头一砍掉 赵学舟一看可来劲的 说李仓杀了殿下 最不可涉的 把这帮人全下入了大楼 玉营厅的统领 经过分析 认为内山摘里一定有毛衣 于是便带着人过去搜查 得知消息的中殿娘娘 急忙命人 把那些孕妇抢给转移了 不过玉营厅这帮人 也不是好糊弄 很快就在半路上 大人不敢百分百确定 但是已经开始怀疑了 殿下驾崩的消息 很快就被赵学舟派人 送到了汉阳 这孙子颠倒黑白 诬陷李仓为了篡权杀了殿下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 匹马带校 声味俱下的 沉痛哀悼死去的殿下 就在一帮大臣 商量着王位找谁继承的时候 从中宫殿传来消息 说中殿娘娘马上叫声了 提掉大人急忙派 御营厅统领去内阵阵谋情况 李仓等人被抓起来之后 表面上看着似乎打尸已去了 但安炫大人在临死前 跟李仓设下了一个妙计 那就是让医女徐飞 利用生死草 把安炫大人变成僵尸 当赵学舟正准备 把李仓等人押回汉阳的时候 变成僵尸的安炫大人突然出现 要说安炫大人这道疯是真高 都变成僵尸了 还能分清敌往呢 目不斜视直奔赵学舟而去 坑吃一口就把赵学舟 脸上的肉咬掉了一块 现在我们来聊聊 安炫大人和赵学舟之间的事 三年前由于窝口入侵 上周城眼看要守不住了 赵学舟建议把兽旺村的老百姓全给杀 然后利用生死草将这些人变成僵尸 从而用来抵御窝口 刚开始安炫大人没有同意 后来觉得赵学舟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 于是就开始蛮干 虽然这种方法很残忍 但效果确实不错 这帮僵尸扛住了窝口一波又一波的进攻 回忆完过去 我们还是来说说当下 变成僵尸的安炫大人咬完赵学舟 被李舱一刀把头给砍掉了 然后李舱发表了激情四射的演说 把赵学舟及其海员赵氏家族骂了个狗血奋斗 说这赵学舟就是想谋朝篡位 总之是什么难听说什么 给手下这帮人洗完脑之后 李舱便准备着手向上周城送粮食 赵学舟被咬之后 马上就进入了婚姻状态 徐飞在和赵凡巴聊天的时候 意外得知中殿娘娘正在服用一种叫苏木的药材 这种药材主要用于生完孩子或流产后的恢复治疗 当李舱在外边忙活完回来 发现赵学舟已经被左翼为五鹰送往了汉阳 跟着一块跑的还有徐飞和赵凡巴 不过徐飞是被五鹰给忽悠出来 五鹰告诉他先出发 世子随后就会赶到 果不其然呢 这个五鹰还真是个卧底 不过五鹰这么干也是无奈 因为他那个已经怀孕的老婆在赵学舟的手里 随后李舱带着几个人开始在后面玩命的狂追 五鹰和赵凡巴等人正在半路上歇脚的时候 过来接应赵学舟的人杀到 当场就把五鹰给射死 五鹰这边刚死 他老婆在内山斋就生下了一个男孩 这个孩子很快就被送到了中殿娘娘的怀里 这个赵学舟被送回汉阳之后已经病入膏肓 眼瞅着要喝梦破糖 除非根据僵尸怕水的特性 把赵学舟跟在了水里 别说这一招还真灵 那些隐藏在赵学舟身体里的虫子全都跑出来 晚上中殿娘娘的手下正准备把一些孕妇的尸体掩埋的时候 李舱带着人赶到 幸亏来得及时 不然五鹰的老婆就被活埋了 病好之后的赵学舟马上开始了自己的苏清计划 凡是跟李舱同流合污的 全部都要抓起来看头 而且其家人也不能放过 提掉大人刚想发表了一下自己的看法 刀马上就架在了脖子上 要说这徐飞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明知道赵学舟是个大奸臣还把他救活 你这不是给李舱添乱吗 李舱说大姐啊 我听说赵学舟被你给救活了 有这么回事吗 徐飞一听也没词了 心想这都是编剧导演的安排 跟我有金毛关系 徐飞从兜里掏出个盒子递给了李舱 原来生死草的叶子上有一种虫卵 这种虫卵进入人体后会变成虫子 从而控制人的大脑 让人变成没有脑子的僵尸 在李舱的授意下 徐飞通过赵凡巴的引荐 准备到中宫店店做中店娘娘的义女 目的是为了保护武艺的那个儿子 由于徐飞救过自己的命 赵学舟信任答应 转过天 赵学舟带着徐飞来见自己的闺女 中店娘娘流产和抱别人孩子这事 赵学舟虽然也属于吃蛙群众 但风言风语他也听到了一点 为了确认这件事的真伪 他让徐飞为中店娘娘耗卖 这一耗不要紧 徐飞说那孩子根本就不是你闺女生的 原来这件事啊 自打中店娘娘流产之后 便和他哥哥进军别样赵饭日商量好了 准备瞒着赵学舟来个假怀孕 中店娘娘知道这件事赵学舟肯定会反对 因此他已经提前在茶水里下了毒了 果不其然 赵学舟对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非常反感 当他正叫嚣着杀这个杀那个的时候 毒性发作 赵学舟跟政敌勾心斗角了一辈子 没想到最后死在了自己亲坤应手里 赵学舟一死 中店娘娘现在唯一的亲人就剩下贪恶赵饭了 赵饭饭虽然是个贪生怕死的窝囊费 但至少是血亲不会背反自己 于是中店娘娘被任命赵凡饭为育营厅的大将 专门负责保护自己 转过天 那些跟海员赵氏作对的官员及其家眷 全都被家赴刑场了 训练都监为了救自己的老婆孩子 把礼仓的藏身之地供了出来 兵盼大人带着内津卫的人 前往永基书院捉拿狮子礼仓 可没想到却中了礼仓的调户离山之地 当兵盼带着人赶回汉阳城的时候 发现大门紧锁已经进不去了 刑场上那些无辜的家眷被五花大王等着被处死 负责这件事的赵凡八哪见过这种场面的 一看一次性要杀这么多人 当时就贪在那儿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世子李仓带着人赶到 赵凡八一看马上就跪下投降了 另外一些中店娘娘的心腹 也都被踢到他人家抓起来 随后李仓派人把那些被赵学舟抓起来的忠臣 全都放回来 海员赵氏大势已去了 那些曾经助纣为虐的大臣们全都是强头草 看到李仓之后扑通全跪下了 李仓带着人来到行政店 看到衣帽整齐的中店娘娘抱着儿子正跟他坐着 明知道大势已去 中店娘娘还在负语玩抗跟李仓耍嘴皮子 李仓说大妹子赶快下来吧 那不是你该坐的位子 中店娘娘说你简直是痴神做梦 我死都不会离开这个宝座 就在双方僵尸的时候 中店娘娘的手下从大牢里把僵尸里放出来 这也是中店娘娘最后的王牌了 跟僵尸住隔壁的徐飞听到动静当时有相交 这时候也没人顾得上管他了 因此徐飞很轻松的就跑出了老房 然后马不停蹄的去向李仓汇报 僵尸的队伍发展的非常迅猛 吃贱人就咬咬完就跑 不断的发展下线 开头那几位僵尸很快就成了钻射皇冠 听到动静的李仓说大妹子这到底什么情况啊 中店娘娘说我得不到的谁也别想得到 就算死我也得拉着你当剑被子 正说着呢徐飞顾头不固定的跑了过来 说瘟疫扩散到中宫殿了 再不跑咱全部得领喝饭 要说这李仓是真不容易啊 眼瞅着马上要成事了 这僵尸又出来添乱 这上天究竟要给这个倒霉孩子多这么无难呢 接下来是人和僵尸的大战 这场战斗其实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主要的目的就是把那些曾经加害过李仓的大成爷干掉 一哥们儿争拉屎的时候 僵尸们突然杀到 四面楚歌这哥们儿唯一的出路 就是跳进大门池里套走 经过短时间的猫捉老鼠的游戏 僵尸们很快就杀到了青城殿 铺上去就把中殿娘娘咬成了痛苦 徐飞则趁乱抱着孩子撒子聊了 眼瞅着僵尸越来越多 大活人越来越少 李仓眼珠一转寄上心来 根据僵尸怕水的特性 决定把僵尸们引到后花园的湖面上 由于天气还冷 湖面上接了厚厚的一层兵 经过一场惨烈的刺杀 李仓等主要人物基本上都被僵尸咬了 不过这没关系 他们很快就打破了兵面 僵尸们全被淹死了 而刚刚被咬的那些大活人 经过湖水一泡 体内的虫子全出来 不治而遇 简直就是个奇迹 天亮之后 李仓带着人回到了宫里 大臣说必须找到那个孩子 并且干掉 该断不断避留后患 可对李仓来说 他怎么能下了去手 虽然这孩子是个冒牌活 但他可是左翼为五婴的儿子 五婴虽然被判过自己 但那也是迫不得已的 总体来说 五婴对他还是比较忠信哥哥 永信等人经过寻找 终于找到了抱着孩子的徐飞 李仓一看 发现这孩子也被僵尸咬了 不过根据徐飞的理论 刚出生的婴儿 即便被僵尸咬了 也不会被感染 况且他也把孩子的伤口 放在水里 把那些虫子给逼出来 这个时候 世子李仓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让这个孩子继承亡尾 他则归尹善林 做一只闲鱼引荷 很多人不明白 李仓为什么要让尾 其实对李仓来说 他何尝不想当王呢 他忙活了这么长时间 长进了世间的酸甜苦辣 躲过了赵学州 无数的鸣枪暗将 为的不就是这一天吗 但他是一个 是君是父的人 虽然事出犹疑 但还是会有很多人认为 他是为了谋朝仓位 杀的殿下 另外就是 这个孩子已经定下来 是王的接班人了 如果李仓当了王 那么这个孩子就不能留 但是李仓又没法杀了这个孩子 因为他是武营的儿子 七年后 武营的儿子 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龄 那位从大奋尺里脱身的 哥们已经成了 园子的贴身太远 而胆小怕事的赵凡八 居然当上了左翼正 这时候的李仓在哪呢 其实也没闲着 为了彻底消灭僵尸 李仓带着徐飞 整天到处下溜的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 生死草不根除 僵尸永远不可能灭绝 说有这么一天 李仓等人在山沟里发现了 居然有人在人工种植生死草 一打听才知道 原来这些生死草 是从鸦禄江那边弄过来 看这个意思 这韩国人明显是想 往北朝鲜头上扣屎盆 据说在北方有一个人 不仅贩卖生死草 而且还懂得用生死草 让人死而复生 李仓一听这还得了 于是带着人就赶了过去 这位神秘人物不是别人 正是大美女全志贤 全志贤饰演的这个角色 应该是一个 懂得驾驭僵尸的高人 他的出现 应该也不是无缘无故的 因为原子体内的虫子 当初并没有被庆除干净 这个熊孩子长大之后 究竟会干出什么事 谁也不知道 是不是需要李仓和全志贤 连手斗僵尸 这些都不得而知